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为大家分享姜宗萍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姜宗萍的演出,就分享到1960年了 今天就由1961年开始了 首先有一套《最妻妓》《晴天未老》 接着就有一套《落霞姑母》 然后就到《神雕俠女》的第三集 接着《神雕俠女》的就是《孤初血女》 接着就另一套《凶杀案》《纽约唐人街瑞斯案》 接着就《夜半幽灵》 接着就另一套《命案片》 就是《九九九》《二十四小时奇案》 接着就一套《伦理劈》 这套就是《金粉世家》 就是《上集》 然后就是《神童力险记》 《神童力险记》就是《六一年》 就是《最后一套》 接着就到了《一九六二年》 《六二年》首先就是《血秀蟹》 接着就一套《吸血虎》 接着就是《清明时节》 接着就有一套《叶海遺痕》 接着就是《耻水流年》 接着就一套《烟枝贼》 接着就是《六二年》《夜深寻》 接着就一套《满光雄》 接着就是《梅云夜》 一些恐怖片 接着就是《叶海遺痕》下集 接着就到了《一九六三年》 首先就是《第一号》《女贼》 然后就是《女偵探》 接着就是《春渡人间》 接着《春渡人间》的就是《一思五明案》 然后就有一套《沽奉相初》 《沽奉相初》就是《秦怀世家》 然后就是《摩登女郎》 接着就有一套《金夫人》 《金夫人》之后就是《彩奉经云》 《彩奉经云》 然后就是《疑女》 接着就是《痴情依围》 接着就有一套《焦囊入舍》 藍雄和周聰做主角 接著是金玉滿堂 然後是鄉海情朝 接著是一套豪門縣 仍然是六三年,六三年最後一套 就是薄命紅顏 接著就到了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就有煙夢重溫 然後就是 《京功鳥》 即是林鳳和張英做主角的一套 他們是做奸的 想謀林鳳的家產 然後一套六四年一夜恩情 然後就是《大丈夫日記》 接著是一套血子仁 《蘭歸類影》 然後到《男男女女》 然後另一套猛鬼片《厭鬼怨》 然後就一套《怪孫》 接著就到了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五年首先就是一套《蜜月》 然後就是《蜜月》就是《道蜜月》的《蜜月》 接著就是《愛情永遠在懷念中》 然後就是《情海茫茫》 《情海茫茫》之後就有一套《西施》 接著就是《馬寧道》 《馬寧道》之後就是《結法情》 《結法情》之後就相當出名了 《公子多情》 《公子多情》之後就是《春怨》 接著就是《真假情人》 接著就到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就是《都市的陷阱》 然後就是一套《巴士銀》《妙計徐三海》 這套《巴士銀》就是《白恩》做主角的 《白恩》就是做巴士銀 接著六六年還有《玉伯明月灣》 接著就是《影迷公主》 《寶珠姐》的電影 接著六六年最後一套《斷腸玫瑰》 接著就到一九六七年了 首先就有一套《金面俠》 《金面俠》接著就是《一見痴情》 然後就《長髮姑娘》 《寶珠姐》的《長髮姑娘》 接著就是《索著的新娘》 這套是一九六八年了 接著就到一九七一年的《日月神統》 一九七二年的《拳門》 七三年的《仇愛》 接著就是一九一跳就跳到一九八四年了 七四至八三是沒有電影拍的 《傾城之戀》這套 很多人都應該看過了 八四年還有《三十柱南》 接著八五年有《龍鳳志多聲》 《歌舞聲平》 接著就是《八七年》 這些全部都是港產片 即是《摩登》一些 即不是以前的《粵語場片》 《精裝追女仔》 接著就是一九八八年的《亡命天涯》 然後一九八八年的《奸人本色》 接著就到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有《少女心》 然後就是一九九九年的《天使之城》 這套《天使之城》 就是姜忠平參與演出的最後一部電影 之後就是他再沒有拍電影 除了他拍電影之外 他也參與過製片的工作 他曾經幫一套《仙童玉女》負責製片 那時候為時就是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的《仙童玉女》就是姜忠平做製片 另外他也做過《策劃》的工作 他曾經製造七部電影 做過《策劃》的工作 分別是一九五三年的《秦淮月下再生緣》 一九七五年的《最後的一吻》 一九七五年的《強宗》更有《強宗手》 七九年的《龍刑虎步千里追》 八零年的《大地親情》 八零年的《龍女雞》 和八一年的《博殺》 另外有四部電影是作出品人 分別是《十八玉羅漢》 《彩陽女幫主》 《少林斗喇嘛》 和《八四年的《野豹》 以上四部電影是姜忠平做出品人 然後他曾經去過《TVB》做配音 但其實他不是配過很多次劇集 分別是1967年他配過三套劇集 首先1967年的《愛登士家庭》 這套應該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才會看過 很可愛的《愛登士家庭》 在《愛登士家庭》裡 姜忠平配音的角色叫做《歌脈》 然後《青峰俠》 《青峰俠》這套劇 姜忠平配音的角色就是《青峰俠》 在裏面叫做《雷布利》 然後另一套劇集叫做《喬迪醫生》 姜忠平配音就是負責《喬迪醫生》的配音 然後1968年 他就替兩套劇集成為配音 一套就是《天羅地網》 他負責做《龐白》 而另一套就很多人都看過 《泰山》 今天和大家分享姜忠平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 就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你留言、點讚、分享 或者有些朋友喜歡看姜忠平的戲 你亦都分享給他 讓他知道更多關於姜忠平的演藝人生 另外如果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請你多多支持 訂閱我們這個阿恩與阿嬤頻道 好,今集就到此為止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另一個演藝前輩的戲劇人生 好,拜拜